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谁研究的 真甚人 你白天人多呀 还差点 晚上冷冷清清 这晚上一瞅 真不得劲 薛魁倒不害怕看了他 这就叫四神 前面有拜殿 李正带着头 把这些记礼摆好了 最后把那孩子 把那孩子 都带来 左右有柱子 一个柱子上捆两 这柱子上同男同女 这柱子上同男同女 给捆上 都捆完了 烧香祭祀 分黄表 点蜡烛 各个嘴里面面有刺 无非是求神仙保佑 说您要求的 我弟子们都做到了 您看看满意不满意 您要不满意 还有什么要求 咱们再说 跟真事一样 得过完了 大概也就没事了 人们是陆续撤出 薛魁薛骄 一看人们慢慢撤的时候 两只一闪身 你最快的速度 躲到供桌旁边去 神堪的侧面 谁也没看见 人们出去是倒带庙门 乱活了一阵 住见的人 这才散去 天就四黑四不黑 小薛魁转出来 哥出来了 都走了 薛娇也出来了 哥那窗户指望的一看 的确没人了 这才来到这四个小孩的境界 这四个小孩吓坏了 你说在那猫出俩人的 干什么的 贪头缩脑的 过来把声给解开了 这四个孩子就坐在地上了 薛魁就像比他们大多少的 还哄他们 别哄妈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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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哪儿的 其中有三孩都傻了 一句话说不出来 能不傻吗 多大的孩子 就有一个比较闯识 这个理智还挺轻 我们是山那边的 也说不清什么地方 叫山那边的 花钱买来的 那个年月卖儿卖女的 大有人在 学教这才说 别害怕 你们四个别怕 你们得救了 我们俩就是救你们来的 住的哪还记得 记得 记得 送过山去 让你们回家 一家人团圆 什么时候让我们回家 现在还走不了 现在不能走 我们事还没办完呢 得把妖怪的铲除 你们都坐这些 这要吃的 咱们一块吃 给神仙的供果 这挺好 他们六个在这开怀大隐 酒也喝 另外东西也吃 把东西摆在眼前 那四个孩子也饿坏了 是狼屯虎厌 学会学交跟着也吃 偏黑了 偏着一黑 这四个小孩有点发毛 要回来怎么办 对了快来了 快来串门来了 你们钻在这供桌的笔下来 一聊脸 让这四个小孩钻进去 外边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你们也别害怕 你们也别动 动的话怕把你们伤着 困了就在里睡觉 明儿个就送你们回家 哎哎 四小孩 大工作也大 所以代理的也不挤得空 谁也不敢言语 把前面这桌子联放下来 挡了个严严实实 学会一看差不多了 把匕首拽出 或者是中树啊 哪儿 怎么不挤 还在这儿 你不挤 过来 如果个人家 好像不挤 你这样 这么健康 你挺在这儿 你挺在这儿 答复 我说 你挺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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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等着 别说话了 他不来呢 不来那倒 不来到天亮把孩子给送回去就得了 正说着 就听见外边 有马挂轮铃的声 深山 离多了远就能听见 虾 吵 腰怪还会骑马 骑马来的 小哥俩提高紧提 来到庙门这敲着酒往外看着 怎么说外边也亮 声音游远而近 来了四匹马 后边还有 前面是四个人 这四匹马来到四神庙进拳 哥兄弟 甩一凳下马 其中有个过来 把马拴到旁边的树上 四个人前后走进四神庙 一推门进了大殿 薛奎 薛角 躲到神台的左右 把身形仰住 往外看着 这四人进来 把蜡烛灯先扁朝了 蜡烛灯 由暗到亮 看得清清楚楚 薛奎一看 这哪是妖怪 这不人吗 杂金剑袖 有的长胸露怀 有的长得阔口里的塞 反正没有人形 背后都背着刀 有的跨着宝剑 手里都拎着马鞭子 哥兄弟 这帮土包子都给咱准备好了 这该着咱们哥四个到这来享受 谁给挪动了 我那小孩不说给送了怎么没有的 是啊 身价钱都讲好了 明儿个人就来娶人了 姨子孩子就卖五十两 咱哥四就发笔横财 那怎么着 小孩没了 薛奎一听 人贩子 什么要为 唬人的 莫非那李正跟他们勾着 李正瞪眼说瞎话 说老天市井神人怪罪 四神爷不答应怪罪 哪来的四神爷 不就这四个叫四神爷 要同门同女他们给卖了 一个孩子的身价钱是五十两 够缺得的 要恨得压得咔嚓之咬嚓之咬嚓 这四个小弟看没有 找李正去 杀他的全家 耍咱们哥四个 没完 转身刚要出去 小薛奎是人无可忍 哪有李三个他蹦住 这四个人转脸 你看 谁说雷公爷将士 你说这些小事 尖嘴缩塞 正名刷亮的眼珠子 怎么看怎么像雷公才子 谁说雷公爷怪罪下来 莫山望的就跑 薛奎也连杯都没打 臣子就追到院里去 那没个来 三步两步就碾上一个 这位一看实在走不了了 转身回来就是一拳 薛奎一闪一身 啪啪的弯的抓住 你过来一抖着 啪啪 绑子蛇了 啪啪一扬 肋骨断了 在院里扔院外的去了 摔出有十让远 薛奎那是神力 这两位一想 胳膊也蛇了 累叉子也蛇了 活什么劲 一堵气 一堵气 全死了 剩下来 抱着脑子就跑了 比兔子跑得还快 薛奎出来 就解决了 前后没超过二十秒钟 就这么干净利落 薛奎到了 外的一个 兄弟 人 这儿爬一个 扔出去一个 跑来 我要不等你 我就把那俩也摔回来 行算了算 别追 这么黑的天 人家在暗处 咱在明处 追恐怕受了暗算 算他命大 他要净做坏事 早晚也好不了 这俩扔山沟去 像扔死狗一样 往上大山沟里头 转回上回来 学回看 咱哥你瞧 跑了俩 这俩死了 外的还剩下两匹马 这两匹马在树上拴着 到了近前一看 一匹黑马 一匹白马 黑马跟大青段子相似 白马是雪花白 安岔交换入套威武陵 是应有尽有 还有家伙呢 那黑马鸟翅环上 挂着一对雷骨 瓮金锤 学回过去摘起来 点亮点亮 稍微轻了点 你别看清 还挺高兴 有黑瓦亮 这对王八醇归我了 学校到那匹白马一看 鸟翅环得胜钩 挂着五钩神飞亮银枪 摘起来 喷 喷 也轻一点 看尺寸 挺好 哥 这么办的 你喜欢枪 也喜欢干净 这白马枪归你 我就喜欢黑的 这大老黑 这王八醇归我怎么样 行啊 人有份 到里面接小孩去 从供桌底下 把四个孩子 掏出来 怎么还掏出来 昏过去了 经过抢救 用马托着 送回本村 天就亮了 有的人起得早 是怎么回事 这一打听 学校把以往的经过全说了 想起来 别信那套 什么四神庙的神人发怒了 骗人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人们不相信 有的拿到实地来看看 有的是奔走相告 等回到家里头 见着丁守义 丁原位 小哥俩把经过讲了 丁原位一平 原来如此 你们俩孩子胆子太大了 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 一打招呼 你们不让我们去了 我们就得偷着去 你看这四个孩子怎么办 哎 恋人的勾当 后来打定好这四个孩子家庭住址 派专人送他家 咱不必戏说 把李正找来跟他一说 李正还有点害怕呢 能吗 你们这多次一举 你看这挺好的事办砸锅了 将来这妈神仙怪罪的 你们负责 还挺不满意的 说什么的都有吧 打这个事过后呢 丁守义跟纪乱英说 英子 孩子了不起呀 小孩办大事 你别怪罪他们 我看他们已经成熟了 实话应当跟他们讲了 不要再瞒着了 不忙 再大一点再说 光阴刺念 等到薛奎十三岁 薛娇十六岁 非常成熟了 这一天 夫人把他们叫到进前 孩子跪下 我哪有错了 甭管跪下 你嘴大咱嘴小交跪就跪下跪下咯 娘啊 我又哪错了 孩子 今天娘要向你们二人倾诉肺腑 你们知道你们姓什么吗 两人听全傻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薛娇心说话 我娘怎样 我沈娘大概有病了 泪疯了 这是 沈娘 我们姓丁了 孩子 不怪你 你们本不姓丁 你们姓靴 姓靴 那为什么改姓丁 糊涂的孩子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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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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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你要说什么事这么这么 咱都说过了 话不从数 从薛仁贵 讲到薛丁山 从薛丁山 讲到薛刚 特别是讲到薛刚 正月十五闹花灯 踢死太子 惊崩盛盛 惹来大祸 全家三百多口 全都被杀了 铸成铁秋坟 现在 你爹爹薛刚 逃门在外 跑出来了 前些时听说 他还上六国去 借兵去了 不知道这个兵 借来还是没借来 薛娘叫的 实际已经成熟了 这才跟你们说实话 娇儿 你的命就更苦了 你乃是薛勇之子 老薛家之后 薛刚是你的三叔 我是你的沈娘 你是被人家英王徐策 从监狱里头救出来 送到卧湖山庄 沈娘把你收留 你的爹娘都死在乱刀之下 太狠 哎呀 爹爹 能不难过 两孩都哭了 你看那薛鬼那么浑 把他把他把他 眼泪也掉下来了 娘儿 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好啊 娘 让韩心如虎 把你们抚养成人 为的是什么呢 让你们跟着家里头一家人团聚 跟随你爹的薛刚 安前马后 为国立功 给死去的冤魂 报仇学恨 你们懂吗 娘你怎么不早说呢 骑死我了 我着急要见我爹 你爹不知道生死啊 今天话跟你们讲了 对外的 他一旦说姓病 不准说姓薛 提这个字犯法 你们懂不 是喽 您放心吧 咱这一天开始 俩孩子睡不着了 大眼瞪小眼 薛葵就琢磨了 我爹什么模样呢 你像我这样 还是什么样 乖乖乖老找不着爹呢 我爹在外边上六国戒兵 六国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知道 我也去溜这一趟 哥俩就天天盼着 好日子到来 这一天呢 他们走在街上 因为上街 也不那么管的严子 只要他俩不惹祸就行 就听老乡亲的 在那议论 各位兄俩 你说 人呢 只要活着 什么新奇百怪的事都能遇上 什么事 什么事 家里没事的话 把东西放一放 赶个长途 上芳州去看热闹去 上芳州 那不是 盧陵王管辖的地方 盧陵王管辖的地界 盧陵王有个姑娘 叫安阳公主 安阳公主 你听那名多水的 姑娘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听说当初也怎么闹了一场病 她娘为事 许了个心愿 说只要女儿病体康复 愿意登楼撇采招驸马 登楼撇采球招驸马 许了心愿了 公主好了 好了 那许愿就得还愿了 所以发下榜文 就在这房州城里 搭了一座彩台 几天之后 安阳公主登楼抛采 谁接着彩球 谁就是驸马 哎呀 我把家里东西收拾 我也得去 万一我要把彩球接着呢 我不也是驸马呢 人们说什么都 特别那年轻人 推着车的 骑着驴的 不行的 全都赶往房州 俩一听 还有这样事 登楼撇采式 是什么玩意儿 你看学姬要大呀 他明白点什么事 找驸马也知道找女婿 学魁不懂 学魁就问 哥 他说什么叫驸马 驸马你不懂了 就给你一匹马 咱也给马 那行呗 那咱也去叫几个了 要去 怕我沈娘不让咱去 没关系 这回实话跟她说 别说要马那事 就说出去找我爹 找你叔叔 打听打听信息 那我娘也没什么不乐意的 对呀 话说破了 无毒 好吧 咱们告个下 当天晚上 见了鸡鸾银 哥俩跪那 学校那眼泪先掉下来 沈娘 自从上次 您把事情讲述清楚 时至今日 我这心呢 始终在这儿 没在原位上 想念我的三叔 我们打算跟沈娘 您请个假 我带着我兄弟 上房州去一趟 我们附近的大城市 就是房州 也许能探听出 我三叔的下落 要探听出来 咱们一家人 岂不早日相见 我敢断言 我三叔也在找咱们 可是咱在这 迷着谁知道 沈娘 您愿意叫我们去吗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放心 你们长这么大 没有出门在外 一旦 沈娘 一旦什么 我们满身的武艺 我们不是小孩子了 能保护我们自己 打定出道路来 我们就能找到地方 还能顺原道回来 您放心吧 老是怕我们这个 怕我们那 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 您也放心大胆 把我们放出去 锻炼锻炼 当一堂 容我考虑考虑 后来跟丁守一商量 丁守一说 行 鸣子你就放心吧 孩子大了 让他闯荡闯荡 老在跟前守着 这孩子没出去 必须精锋与见识面 叫他断的 练他练他 行 夫人同意了 第二天小哥俩起乘的 又骑着马带着家伙高兴赶奔房舟 正好走的一个路口 有一间酒楼 哥俩现在吃点面咱再走吧 到这一吃面 遇上无期马赞 发生一场误会 把无期马赞给打跑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那么这个道比 说到现在就算结束 单说这俩孩子 吃完的面包 赔了人家损失钱 骑着了 赶奔房舟城 你看长这么大 没进过城 等进了房舟一看 哎呦天 这城怎么这么大 那墙怎么那么高 怎么那么厚 薛奎还说 哥那城门这么大 比咱家那门大多了 那是城门能不大吗 真有意思 这么多人 一进了城 三街六市 做买做买 其实当时啊 这房舟很热度 庐陵王在这坐镇 一国的王子 他这有号召力 所以很多买卖人 都迁移到这做买卖 街道也扩宽了 楼房也多了 人口越来越密集 官乡的人 也是拥挤不动啊 何况是最近 安阳公主登楼抛彩 附近的人都知道 看热闹的人 磕楼子到房州 所有的便房 几乎全都住马上 百年不遇的新鲜事 这小哥俩就是这个烫头上进的城 哥俩一看人太多 骑着马不方便 从马上跳起来 牵着马 一边看热闹 一边往这儿溜达着 哪天多驸马 不知道 先找个地方住去 走了三家电房 爆满 没地方 这怎么办 最后转到顺城街 北胡同 这家电房还没满 找着下榻之处了 伙计把他们让进上房 漆了茶水 学会看 这屋归咱住啊 学交说归咱 咱花钱租下来的 不错啊 好几间房子 梳洗支壁 喝着茶水 学交把伙计留下 伙计 来来 我问点事 公子爷 有话您请讲 这是房州 房州 庐陵王王家千岁在那坐镇 对啊 有道的明君啊 那是当今天子的皇儿啊 哦 有件事情 我向你扫问 谢谢大家